约伯纪第十一章 拿马人所法回答说 这许多的话怎可不回答 多嘴多舌的人怎能算为义呢 你胡言乱语可使人不作声吗 你嘲笑的时候无人责备吗 你说我的道理纯全 我在你眼前捷径 但愿神说话 愿他开口跟你说话 把智慧的奥秘向你显明 因为真的智慧有两面 你当知道 神已忘记了你一部分的罪孽 神高深莫测之事 你怎能查出呢 全能者的终极 你怎能洞悉呢 他的智慧高于诸天 你能做什么呢 比阴间还深 你怎能试透 他的智慧比地长 比海宽 他若过来把人囚禁 照人受审 谁能阻止他呢 因为他认识虚谎的人 他看见欺诈 怎能不见察 虚妄的人悟出会心 就像野驴生子为人 你若心里归向他 又向他伸手祷告 你若远远地除掉你手里的欺诈 不让不义 居在你的帐篷里 那么你必仰面 毫无愧色 你也必坚定稳妥 无所惧怕 你必忘记你的苦处 回忆好像逝去的流水 你们的人生 必明亮如正午 虽然黑暗 仍像早晨 因为有指望 你必安稳 你必四处寻茶 安然睡觉 你躺卧 不受惊吓 必有很多人 求你的情面 但恶人的眼目 必昏花 逃亡之路 也必断绝 他们的指望 就是最后的一口气